我們看有一名黃姓男子酒後騎機車 經過基隆市八斗子的一個社區路口 余輛轎車發生行車糾紛 這男子遺棄之下 尾隨轎車掏出隨身攜帶的手槍 上前理論 沒想到車上兩名男子居然一下車 就把他的手槍打落 然後當街把他打得滿頭鮮血 滿頭是血鼻青臉腫 行車糾紛遭人壓制受傷的黃姓男子 被救護人員抬上單架緊急送醫 目擊民眾指出被打破頭的黃姓男子 接近中午11點20左右 喝得醉醺醺就騎機車上路 在基隆市八斗子的一個十字路口 跟一輛白色轎車發生行車糾紛 沒想到黃姓男子掏槍示威 反而被白色轎車上的兩名男子 打落手槍 壓制在地 都是這樣子 你已經這樣記了 對對對 像誰指的 像我朋友那個車主 然後像頭 他有拿出來嗎 有有有而且他有上塔 對 所以你把他制服了 對因為我先奪他槍之後 然後後來我們兩個再制服他 你很好打 不會啦 不會啦 你怕說你槍仔押起來給你拖 不會啦 所以你現在把他制服了 因為那種作為兵嘛 對 所以這就不怕 雙方在扭倒的期間拿出器械 經營與民眾合力制服 現場發生了有查過一把槍 涉及四顆子彈 喝醉亮槍被打倒的黃姓男子 送以後沒有大哀 警方除了在現場發現掉落的手槍之外 還在路上找到五發子彈 目前還在確認槍制的種類跟型號 亮槍示威被打倒壓制的黃姓男子 警方出復政軍之後將會依法送辦 記者 黃一杰 金融報導 才一條大 到底連天